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EOA卫视新闻 美国司法当局说 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雇员 涉嫌向中国泄密多年 目前这名华裔的前联邦雇员 名为秦昆山 这是一个英译的名字 已经和联邦调查当局达成了认罪协议 等待判刑 有美国媒体说 这起泄密案的泄密主要内容 是FBI的工作内容和组织架构 联邦法官将在今年年底 来对这些案件进行审判 今天的媒体观察 海涛就要来和我们谈谈 今天的这个秦昆山案 欢迎海涛 你好一华 是的我们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下 这个秦昆山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他是在这个月初 和当局的联邦法庭达成了 这个认罪的协议 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 会成为这么大的新闻 然后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案子 因为这个秦昆山 他是在纽约为联邦调查局 工作的一个电脑工程人员 那么他享有这个最高的机密等级 就是Top Security Clearance 那么他是在这么多年来 在联邦调查局 也就是FBI当中 发现的就是案情最严重的一个 给中国方面泄密的这么一位特工 那么他其实不叫这个特工了 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电脑工程人员 他不直接到这个第一线去做这个特工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泄密的话 那么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的电脑系统 将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这个点上 所以美国联邦法官呢 就是说他这个案情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因为他是联邦调查局的雇员 那么他如果给联邦调查局泄密 特别泄给中国密 那么这是更为恶劣 是的 这起案件也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 那么这个美国呢 这个华盛顿时报的这个记者 葛茨呢 他在他的报道里面就提到了 这个秦昆山他泄密的这个内容有哪一些 那么能不能谈一下他的这个 因为秦昆山呢 他是一位华裔 他是68年生在中国的广东 那么80年代他移民美国 然后后来就入籍美国 那么到97年 他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工作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20年了 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 他就和他在广东的有一家工厂 中国的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有他的亲戚在里头 那么他想在这个公司里头赚钱 那么中国政府呢 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公司 通过这个公司和这个秦昆山打交道 所以秦昆山在欧洲 他去欧洲法国意大利旅游的时候 他包括到香港 包括到其他很多地方 全世界很多地方旅游 他就和中国这个 他的这个上线接头 然后给中国方面 中国政府方面 透露了很多FBI内部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FBI的组架构 FBI的这个整个的反间谍 这个电脑工程的这个走向 还有这个FBI的特工到国外旅游 他可能使用什么样的这个身份 他可能使用什么样的这个 就是旅行路线等等 这些方面呢 都透露给中国方面 通过就是他把公司的造成照片 公司的这些造成照片 然后存到电脑硬盘里 把这硬盘通过某种方式 交给他的中国上线 就等等这些方面呢 就等于是严重的损害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 这个还有美国的整整体的国家利益 所以他这个罪行如果认罪的话 他可能判他十年 到今年年底12月 就联邦法官就可能先办 是您刚刚提到了 他提供的这个泄密的资料呢 也相当的重要 对于美国这个情报资讯 或者是国家安全来说 都相当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么歌词他也在他的报道里面提到了 这个中国的国安部 还有这个总参两部呢 他们直接参与了 或间接参与指挥了 这些个整个在美国的这个间谍网 这个您能不能谈一下 实际上呢 歌词这篇报道 他是8月10号出来的 那么他这个报道呢 提的很广泛 就包括这个整个中国在美国的 这个间谍活动的这个背景 过程的人员等等 他特别提到了 在外国的这个间谍事务 由中国的国安部 和中国的总参二部来负责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国安部 和总参二部呢 直接和秦昆山这个案子联系起来 他只是说 这个联邦法庭呢 只是说秦昆山和中国的政府的某人某人接触 他并没有说这个某人一定是国安部或者总参二部派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他只是笼统的说 美国法庭只是笼统的说 这个秦昆山和中国政府的一个什么官员接触 他并没有指定说这个中国官员一定是中国国安部或者中国总参二部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那个歌词的先生呢 他在这篇文章已经说了 整个在美国庞大的这个华人的间谍系统 基本上全是由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部和总参二部来指挥 是的 这起案件也相当的受到大家的关注 我相信这个之后呢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了解 好的 谢谢海涛 那么有关媒体观察的有关消息 欢迎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 您也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观看